师叔 郑明虽然是段氏俗家第一高手 修行一脉不是难事 可是四中祖训 飞入佛门者 不可恋此神剑 皈依我佛 愿是郑明的素质 郑明愿出家为僧 与众前辈共抗强敌 不复 如此甚好 你剃毒之后 我们会将六脉神剑传授与你 等退强敌之后 你再还俗便是 大师慈悲 请为我剃毒 以微尘中入三昧 成就一切微尘定 而比微清真寺亦不增 鱼亦普现难思差 阿弥陀佛 我将六脉神剑的奥秘传于本尘吧 六脉神剑并非真剑 乃是以一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 有志无形 可称无形器剑 本尘师弟 一阳指功力雄厚 只需记一记剑法便称 你就来练无名指官冲剑 我专练拇指哨伤剑 本官练中指中冲剑 本相练小指哨冲剑 本餐练着手小指哨则剑 本音现实指伤阳剑 本目 怎么了 鱼儿 我身上 有无数的七流奔土钻跃 我心里想着 退射出图障的红线 七流就用刀弹中靴 现在越死越满 我 我熊灯关要炸了 不要胡松乱下 压住针器 看着伯父 我将你倒气归虚的法门 阿弥陀佛 没事了 居然没事了 伯父的倒气归虚 还真是不错 诶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滚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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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伦冥王已到 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虽不纯属 但足可迎敌 好 将冥王请进来吧 月儿 一会儿有场激战 伯父不能分心保护你 你到后殿去吧 可是伯父 我 我想要跟着你 我实在不放心 您跟人家斗剑 这孩子倒是很有孝心 月儿 你就站在我身边 任凭那大伦冥王再厉害 我也不会让他伤到你一根毫毛 是 土不晚辈揪摩制 参见各位前辈大师 恶命推出 有场无场 双数枯荣 南北西东 非家非空 冥王博学精深 果然是名不虚传 一语便道破老那所参枯禅之来历 三十年前 小曾与慕容博先生 在邵氏山下邂逅相逢 讲武论剑 经他指点迷经 生平一役颇有所解 后悠 赠我上乘武学秘籍 身恩厚德 永不敢忘 如今 慕容先生息归极乐 小曾 尚未图报 乃平生所汉 冥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即是缘分 缘分已尽 何必强求 当年慕容先生论及天下剑法 称大理天龙寺 六脉神剑 乃天下第一剑法 恨为德剑 因为平生汉事 小曾便夸下海口 愿为他代劳 大丈夫一言祭出 生死无悔 绝不食言 六脉神剑乃我天龙寺最高深的武功秘籍 平明王一句话 我们就要相戒吗 六脉神剑乃是贵寺的镇寺之宝 小曾 怎么会空手相戒 这三本武学决药乃是慕容先生的手书 他阐述了少林派七十二门绝技的药指 炼法以及破解之道 如果天龙寺能得到这七十二门绝技 不仅能和少林寺并驾齐驱 而且又过之而无不及 便可成为天下第一寺 如今 小曾愿用这三本绝学 与贵寺交换六脉神剑剑谱 已了却小曾当年许下的诺言 小曾将会感激不尽呢 贵寺在赠剑谱前尽量留下手抄本 小曾 拿到剑谱后 定会地级封固 绝不偷看 拿到慕容先生的墓前焚化 这样贵寺的剑谱也不会